曾经她是上海市的高考状元 留学英国从世界顶级学府剑桥大学毕业 超有品味 石家会的大小姐 现在她在农村种地 没事开着拖拉机轻松实现企业年销售额过亿元 红色的秋葵 绿色的西红柿 还有飞碟状的西葫芦 她的农场很新奇 跟着她 普普通通的农民 只用一只手机就能管理上百亩菜地 甚至一台在北京的电视机 还能操控远在杭州的大棚 那这个农场是我们在北京控制杭州的农场 杭州的一个温室大棚 我现在觉得监测到这个温度湿度过大了 那我刚才点了一下排分 她就自动地开始进行排分 客户的她在手机端 即使她坐在办公室 她也能看到 江宇宏不当白领当农民 让世界500强企业跟着她种地 看IT博士江宇宏如何把农业变得时尚又神奇 欢迎收看智福金 今天的主人公江宇宏是个名副其实的 咱们都不能叫她白领了 得叫金领了 她曾经是上海市高考的文科状元 后来又就读于世界顶级学府建桥大学 26岁就在英国拿到了管理学的博士学位 本来江宇宏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高管 天天都是出入高档写字楼 跟一帮IT精英们打交道 生活令人羡慕的不行 可就在六年前 她却突然性情大变 跑到农村去当起了农民 并且还整天都开着一辆拖拉机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郊区的一家农场 2016年11月19号 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正在这里喂兔子 喂羊 据说每到周末 这家农场就总会吸引很多人前来游玩 有些家长不惜驱车几个小时 都要专门带孩子来这里学习种地 城里的孩子很少能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土地 他们在这里学习种菜 动手浇水玩得非常尽兴 就连一只小小的蚯蚓也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蚯蚓 在这个农场里不仅小孩能释放天心 就连大人们也总能发现一些新奇古怪的玩意儿 第一次我也第一次见 这是我第一次见 没见过这样的 对 我吃的时候连大人是个绿色的 很新鲜 很想见识 海南是绿的 北京是红的 红的头一次见 以前的海南绿的 这种红色的秋葵在市面上很少见 一经发现就激起了大伙的兴趣 他们在园子里忙不停地采摘 每走一处都能发现不同的惊喜 采访时 记者就见到了这种飞碟形状的西葫芦 和一串长得像葡萄 又不是葡萄的植物 为什么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西葫芦 原先咱们有的就是说 叫贼不偷 长这样能吃吗 能吃啊 我吃一下 特别甜 这个都吃了 是吧 很清香 它没有什么番茄的味道 很像水果 对对对 这个就是说跟西红柿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就散着不一样 那西红柿小西红柿是红的 晚上这个你 它多长它都不红 熟了它也不红 这种西红柿长不红也长不大 加上味道好吃 在游客里很受欢迎 绿色的西红柿 红色的秋葵 飞碟形状的西葫芦 这样一个农场就像是个蔬菜乐园 大伙儿在这里种菜 摘菜 和孩子们一起玩耍 临走了 还有人要主动掏腰包 买菜带走 农场虽然地处郊区 但常常一天就能接待四五百名游客 还必须提前预约 而说起这里生意之所以如此火爆的原因 大伙儿都说 这离不开一个叫江雨红的女人 记者见到江雨红的时候 她正在地里开拖拉机 和普通的农民一样 每天下地干活 翻土 就是她的生活日常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江雨红却停下来 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江雨红从前连拖拉机都没有开过 那她是如何把一家农场 经营的风生水起的呢 随着采访时的深入了解 当得知她从前的经历之后 记者感到大大的出乎了意料 原来江雨红曾经是上海市的高考状元 毕业于世界顶级学府剑桥大学 这是江雨红在英国留学时的照片 18岁成为上海市的高考状元 26岁在英国获得管理学博士头衔 回国后 江雨红担任某知名电脑品牌的大中华区高管 2008年 她还成立了自己的云计算公司 专门为跨国集团提供数据分析 曾经的江雨红是无数人羡慕的对象 但一向光鲜亮丽的她却在2010年突然跑到了农村去种地 这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江雨红和丈夫从前都是跨国企业的高管 父亲是飞机设计师 母亲是上海市的名医 在上海市中心长大的她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业 却不顾家人反对偏要到农村去种田 她只用五年时间就轻松打造出了一个年销售和上亿软的企业 如今在北京 上海 杭州都拥有了自己的蔬菜种植基地 就连很多跟农业不沾边的世界五百强企业都跟着她种地 那么江雨红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她又是如何实现农场年销售额上亿软的呢 2016年10月19号 急着来到江雨红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的家时 她正带着儿子在院子里放羊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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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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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 然后就上那边吃草 她就找草 这个小羊很小 才五个月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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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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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当然怎么会想着养羊呢 想 想喝养奶 都得自己养 想喝养奶就得自己养 如今的江雨红不仅生活在农村 还在家里养羊 养鸡 种苹果树 打理着一片近20亩的庄稼地 她说2010年刚来的时候 这里还是一片荒芜人烟的废墟 最早的时候草都长得比人还高 往这个方向去都没有人了 都是荒的 没有水就要去挖井 所以那打了100 那个井房是100米的 没有房子 没有店 就连喝水也要靠自己打井才能喝上 大家都很纳闷 江雨红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究竟跑到农村来干嘛呢 就在周围人的质疑声中 江雨红也借着采访机会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学霸 作为文科状元 去国外留学 然后又回到国内去家外企去追逐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天花板 去为所谓的大家觉得非常就是社会定义的成功的这种标识和外衣 去生活 这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一直在为这个假定的目标 但不一定是你自己内心喜欢的那个目标 就像我在办公室看到的 电梯间里 每个人都是特别疲惫的 是礼节性的微笑 我们很难看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的这种微笑 北京的春天都来的特别的短暂 我看到那个东黑和北岸的树都绿了 当时我就说 我说我生命里的春天又少了一个 难道人的生命不就是这样吗 就是那几十个春天 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活得更有质量 应该去做自己 江玉红想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 可根本没有接触过农业的他 为什么非要到农村来生活呢 我觉得农民是一个反差很特别大的一个事情 但其实我一直说你去享受收获 但是同时也把你自己放得跟泥土一样的谦卑 你就会减少很多的欲望 没有欲望人自然会快乐很多 2010年江玉红把家搬到了农村 他架着拖拉机开荒种地体验劳动 也亲手画图盖房子 在一片废墟上建起了自己的家 本来江玉红是想换一种活法来农村归隐自然 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半年之后 他的农村生活就陷入了窘境 2010年的时候 江玉红还经营着自己的云计算公司 处于一边办公一边务农的状态 家里的20亩地种不过来 他就干脆把员工和朋友们都叫来种地 江玉红的朋友大多是城里的白领高管 本以为他们会嫌脏嫌累 可谁知大家一干起农活却上了瘾 随时都会看到 今天你来了 然后也不说话 过来拿起铁锹就干活 我觉得我们以前一起出去 K哥一起出去 好像搓饭也没有那么高兴过 这个世界上面哪有什么比高兴更值得做的事吗 如果这是一件可以让很多人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就是有更大的地方 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 然后一起来分享这种自然和劳动的喜悦 大伙一起干活一起劳动非常开心 可江玉红万万没有想到 等到收获的季节却愁得他头都大了 山楂树结果太多 江玉红根本没有料到 这样的果树一棵就能结上百斤的果子 他的家里有20亩庄稼地 地里的番茄黄瓜一块蜂长 每年少说也能收获上千斤 看到豆子就这样烂在地里 江玉红极地直发愁 为了把菜处理完 江玉红把认识的人都搜罗了个遍 他把蔬菜送给各种亲朋好友 因为是自己种的菜 不需农药很受欢迎 渐渐的很多朋友都希望 他能长期为大家供菜 在朋友们的窜夺下 2012年江玉红在北京市昌平区 包下了20个大棚种蔬菜创业 但近年来 媒体上总有一些关于城里人 干农业失败的报道 甚至还有北京夫妇卖掉房产 去澳洲包农场 结果赔得连工人都请不起的案例 为了避免这种失败的风险 江玉红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 也因此发现了一个商机 两年之后 不仅在村里打造出了一个 年销售额上千万元的农场 还让很多世界500强巨头 都跟着他种地 在我们CBD里面有很多公司 也经常有一些大的客户 在跟他们有业往来 我们跟他们合作了五年了 他们是更科学一点的 就说农业里面做到 跟其他农业不一样 他们现在搞成这样 我也是很佩服他们 真的 采访时记者发现 江玉红在大棚里 种的都是一些很特别的品种 这是什么呀 你还发现了 来我们摘一个 我们来摘一个看看 这非常可爱长的 是一个飞蝶西葫芦 像日葵 像太阳花 一切是跟我们普通市面上的西葫芦 就不一样 它的口感也非常的嫩 非常适合生吃 这些新奇品种符合城市白领的喜好 靠他们吸引眼球 江玉红招来了很多粉丝 2012年 他在没有自己投入太多资金的情况下 就顺利的包下了20多个大棚 在这个大棚里 地是客户花钱租的 菜也是客户的 上面都有主人的名字 而江玉红只负责管理菜地 从中收取佣金 我们刚开始做这个农场 不是简单的说 我去种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再去找客户 我再去卖给你 更多的是从客户的需求出发 不是说我们是服务商的角色 我们是你的物业 我们帮你来打领你的菜园 也就是把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经营权和使用权分离 消费者是提前拥有它的使用权 所以他能够决定我吃什么 我的菜园我做主 我们给租金给到农民 他行他的这个所有土地 所有权的这个权益 我们收取的是服务费 卖的是服务 卖的而不是菜 像这样一座大棚 每年的租金加服务费 是近20万元 八 他的朋友大多是企业高管 利用从前在跨国公司的人脉 江玉红把一些从事金融 科技教育的世界巨头 都拿来种菜 并将企业工会 发展成了他的主要客户 企业只要来农场包大棚 他的员工就可以随时到公司大棚里来种菜 摘菜组织活动 蔬菜成熟之后 还将作为员工福利 发放给大家 收获的姐姐就是 警告他们我们的农场又收获了 然后请大家来取得自己的劳动果实 不是冷冰那种发菜的 或者跟发福利似的 每人一桶油领走就好了 听一下他们连领菜都很兴奋 更不要说去看到那些东西了 到2015年 江宇宏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200多座大棚 有近百家世界500强企业进驻他的农场 这些世界知名企业对产品要求非常高 为了获得他们的信任 江宇宏无论是蔬菜质量还是包装都毫不含糊 2015年他又研发出了一套可供用户参与的物联网系统 记者前去采讨的时候发现在江宇宏的农场里 一台位于北京的电视机就能操控远在杭州的蔬菜大棚 这就是一个杭州的大棚 它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 23种农业指标会在这个屏幕上显现 您看现在湿度是91.6% 它的那个湿度会非常大 说明当地在下雨 那可能就是湿度过大的时候 我们远程要把湿度降下来 那么进行这个 只需要这排风扇按一下 对我们在这按一下这个排风扇的这个 按一下 它就开了 对也可以关 对关一下 它很敏感 你看一下呢 它现在你看它那个排风就打开来了 开始把这个湿气呢就往外冲 再开始进行排风 这个操作在我们的消费者端 它是也是可以看到的 甚至呢可以在远程的 用这个手机端去控制 这个我们的物联网的这些社会 江宇宏把互联网理念融入农业 将农业指标和远程设备相连 本来是想让消费者也能参与到生产过程中 可谁知用户却根本不受它的控制 系统刚一开放 就有人拿着手机乱按乱点 把排风机开了关关了又开 玩得整个大棚都乱套了 没办法 江宇宏只好关闭了操作系统 可谁知地里的农户也不让他省心 江宇宏要求按照倒法自然的方式种菜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可农户们为了省事 根本就不按照江宇宏说的做 农业就是这种看上去很简单 好像不住种地嘛 但是你进去之后才发现 就会发现农业的那个海好大好大 好深好深 你的想象和调研永远是不够的 没想到经营农场会遭遇这么多尴尬 江宇宏开始潜下心来 阅读农业史书跟村民学习种植 现在他的每个农场里都有这样的中央机房 不用下地 技术人员就能掌控地里的所有情况 需要做什么 怎么做 都直接用手机向农户发出明确的指令 这是拍摄时 一位农户接收到的最新任务 通过远程设备下达指令 农户只需要按照规定动作完成即可 这样既保证了种植质量 也可以全方位的管控大棚 未来的农业是时髦的时尚的 是创新和科技的 我们是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 去种出更美好的食物来 江宇宏把IT技术运用于农业 在城乡之间 打起了一座信任与沟通的桥梁 2017年 他又把农场开到了上海杭州 实现了企业年销售和上亿员 如今江宇宏已经拥有上万名会员 他又开始打造自己的乡村民宿 希望有更多的城市人群 能来乡村感受自然 人基本上分成两个类吧 一类是属于过日子的人 我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很平平安安 还有一种人天生就是属于笨日子的人 他不停地想要给自个儿打高目标 我要把我的能力充分发挥 那才有可能 创业就比较合适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采访的时候江宇宏告诉记者 他本来是想追求闲暇的生活 才去了农村 但是现在每天的工作量 比从前多了不止十倍 虽然很忙 但是只要一想到 有那么多的家庭在期待 吃到安全放心的蔬菜 有那么多的孩子 需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接受自然教育 他就一点都不敢怠慢 现在他也有很多的白领朋友 又加入到农业中来了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农业 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好了 诸位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你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博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致富金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这个古老的山洞 险象丛生 稍不留神 就又滑进泥潭的危险 投资两百万 当年赚回两百万 这吸引杨世波 从两千公里外的北京来到这里 而诱人财富的背后 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到底是商机还是陷阱 看贵州省丛江县的杨世波 如何用两年时间化解危机 实现千万财富